端午节的三天连续假期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计划要去哪里度假 或者是返乡过节呢 我们要来提醒大家 如果您是自己打算开车的话 可以多多利用晚间11点到隔天6点的 国道免收费时段来上路 那么如果您是选择大众交通工具的话 不管是双铁或者是离岛的航班 都有加开不少的班次 想要长途返乡的民众 真的可以说是一大福音 端午假节三天连续假期即将到来 不管是返乡过节还是国内小旅游 最怕塞在车阵当中朝扫兴 上路前得先掌握好交通资讯 从18号到21号晚上11点到隔天清晨6点 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取消20公里的优惠折扣 彩单一费率0.9元 其中国道3号新竹制燕巢系统八折收费 另外在国道5号上午南下下午北上时段 路口实施高承载管制 还有部分路段杂到封闭 选择大众交通工具的话 台铁高铁也加开不少班次 高铁部分则是分别在6月18号南下 6月21号北上加开一班次 各站停靠全车自由坐列车 16号零点准就开放预购 另外又会学生搭高铁返乡 短午节期间还提供237班 大学生有回车次 控中交通部分远东华信等航空 都另外加开不少澎湖金门等离岛航班 又让全台民众都可以顺利返乡过节 华语新闻张老房潮楼台北采访报道 工萨楼台北部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